來看看就是說這個龍血樹 為什麼它還有這個治病的功能呢 就是在距離非洲和亞洲 都有兩百多公里的索科特拉島 在這邊有一種神秘的植物 叫做龍血樹 這種植物被當地人視為是生命的泉源 不管是受傷或者生病 都來到這邊要找解藥 不過龍血樹的採集有一定的程序 我們就來看看當地人怎麼採集龍血 這一大片樹林就是充滿神秘色彩的龍血樹 這種樹的生長期十分緩慢 幾十年才開一次花 幾百年才長成一棵樹 就像武俠小說裡的天山雪蓮 因為與世隔絕的生長 讓它的壽命超過八千年 被當地人視為神秘的聖樹 具有保養和治療的功效 這裡的龍血樹不是外地人說採就能採的 要採集龍血樹必須要有執照 要不然自己可以重新找一個地方下手 採集工人說千萬不能放過任何一個紅色的痕跡 因為都有可能導引出大量的龍血 要不然自己可以重新找一個地方下手 哪怕是不要放過那些細縫裡面的一點紅色的東西 它就可以幫你引導出龍血在裡面 只是看到一個紅點它一挖 結果真的是你看很小很小一顆 可別小看這紅色的液體它被稱為血結 在藥點的記載中是補血 止血活血的腎藥 在當地可是價值很高的寶物 經過處理後還可以當成美容保養品 是當地婦女美麗的秘訣 其實在沙漠地區要保持皮膚的細緻相當不容易 而能在沙漠經過數千年的傳承仍然被使用 龍血術的效用可見一斑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